同期培养的树就有这个问题 长得都一样粗一样高 所以在这盆里要做一些调整 有个高低的变化 这个丛林盆景的制作过程 实际上从构图上来讲 也没有特别要求 就是一个模式的一种传统盆景的做法 没有去创新大胆的一个构图 没有就是一个传统的经典的那种模式盆景的做法 整个三棵树布局成一个 整体变成一个三角形的 这个三角形可以不等边的三角形 比方这边高点这边长点这么一个三角形 也可以是等腰三角形 当然也可以这边高特别高 这边比较低这么这么一种三角形的关系 这三角形的关系就是使一个 整个一个盆盘之间的 它会不会变得那么就是对称 而且呢它有变化 不会变得那么的庄重 或者是没有要动性 没有张力 所以这个三角形构图就这么 然后在布局过程中呢 就是把那个三角形的构图的时候 要这些枝条之间互相之间 要互相剪 还有要让 要互相不要打架 不要重叠 不要交叉 这点就比较重要 这是你在布局过程要互相的 你谦让一下 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就大家做人做事 不要挤在一块 什么东西你争我抢的 咱们要互相的让一下 这样才显得树 每一个个体是书朗的 单独的 而且有独立性的 那么那一棵树 组在一块又是一个丛林 谁又不影响谁 这么一种状态 这是技术上的一些说法 其他呢就在养护过程中 因为它配的呢 就是吃玉土 加沙土和营养土 这个盆土呢 由于吃玉土的存在呢 很容易在夏天就很高 因为这盆没有个脱底的一个 兜水的一个盆边 所以就是天然的一块自然石 然后呢就是你浇水的时候 夏天尤其太阳 阳光好的时候呢 就要一种密切的 就是要经常关注一下 要精心一点 就是一看到它干 或者又没水的时候 要及时的给它补水 浇水就用喷壶 有人说这存不住水怎么办 就用喷壶浇它 白蜡呢一般来说 它能耐点阴 它呢然后喜欢水多一点 就是你不要太干了啊 然后呢通常情况 跟所有的盆景一样 所谓不干不浇 干了就浇透 这就这就比较好啊 白蜡对接白蜡也比较耐动 因为它是个结乙种啊 也是很稀有的品种 号称是盆景树 所谓盆景树之王 那么冬天你基本上 零下十度的温度 你在庭院在外面室外养 都没问题 至少要通风 要保持水分啊 然后它就能够长得很好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